今天的一分钟历史系列我们聊了西夏 西夏也是辽宋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 国号大夏 西夏其实是个多民族国家 其中党像族为主 还包括汉族、回狐族物与吐蕃族等民族 西夏最主要的党像族 源居于四川松攀高原 唐朝时日才迁到陕北 唐中和元年党像族首领拓拔司公 率领数万大军参与镇压起义 因为他收复长安有功 受唐西宗正式册封为下周定难军节度时 唐中和三年他被召封为下国公 并赐唐朝国姓礼 拓拔司公先后臣服于唐 五代诸朝与宋 但是下周政权被北宋并吞后 由于李继谦不愿投降 他得到辽的支持 再次立国并取得辽地的册封 当时李继谦采取连辽抵宋的方式 陆续占领兰州与河西走廊地区 刀李元昊称帝建国 西夏正式立国 西夏在宋夏战争与辽夏战争中 都略有优势 形成与宋辽三国鼎立的局面 但是正因为西夏皇党与太后母党的对峙 后来产生内乱 北宋趁机多次罚下 之间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 后来金朝崛起并灭辽 北宋 西夏改臣服金朝 两国建立金夏同盟 大致比较和平 直到漠北的蒙古帝国崛起 六四入侵西夏后 拆散金夏同盟 让西夏与金朝自相残杀 西夏内部也多次发生弑军 内乱之势 经济也比较拉垮 最后被蒙古征服 最后欢迎大家订阅偶德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一分钟奖历史系列 么么哒 大家这边 看来 二 pertama 唯一 准洰 高峰 八丹